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由现代保险杂志希望制作的健康保险大家谈 我是黄秀玲 今天是我们第1219集的播出 我相信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你看一下我们现在的电视新闻 报纸的新闻 有没有突然间发现 哇 台湾的保险业突然间占据我们非常多媒体的版面 过去我们可能要隔一段时间才会看到一个保险的新闻 但是现在几乎不可能一天不看到 那是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保险业突然间吸引这么多媒体的关注 也引起这么高的讨论度呢 我想这个背后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我 我自己称他叫做钢铁人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到所有提出来的问题呢 真的每一个点都是指指保险业的核心问题 只是这个改革的路呢 真的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今天呢 就邀请到这一位主角呢 来到我们的现场 接受我们的访问 来谈一谈 这五支界是什么发出来的 介绍我们来宾 我们的金管会主任委员 顾立雄顾主委好 主任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你们觉得最近好红啊 没有啊 没有啊 现在真的是想要一天没有在报纸上 看到顾立雄三个字 都非常困难 没有啊 昨天就不太看到 也许是看到金管会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现在两个两个三 化成等号了 我想我们今天邀请您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谈这个议题 其实金管会可以谈的议题 真的是非常的多 那您在做的事情也非常多 但是我们为什么特别锁定在受险业 因为受险业其实是关心我们全部的民众 议题最大的一个领域 尤其是我们很多民众 都把自己的身家财产都压在受险公司 那做得好 那当然大家都有好处 可是做不好呢 可能对大家影响就非常大 不但原先想要有的保障都没有了 也有可能因为这样子 造成我们后续很多的社会问题 我觉得如果没有做好的话 这是可能存在的 所以我为什么说是您的五支键 其实我们的灵感是来自复仇者联盟的阴眼 它那个射那个靶心的能力非常的强 是 它都不用看 对 那这五支键一射出去 您的五支键射出去 包括商品结构 包括右远的不但招揽 资产结构 汇率跟资产负债管理 还有即将要接轨的F17 真的每一件都郑重打薪 可是我称您是钢铁人 其实有很高的期待 但是也担心 因为在这个电影里面 后来钢铁人是壮烈牺牲的 没有 他拯救了宇宙 他拯救了宇宙 但是他个人是壮烈牺牲的 那我们不希望你牺牲 但是也希望你能够拯救我们整个寿险业 好 那我想我要先从最近 大家讨论最多的话题谈起 因为自从您要限缩 这个储蓄型保单的占比之后 我想您也看到陆陆续续 有非常多的媒体也好 社群媒体也好 都丢出很多的反对问题 质疑说为什么 我想这有一个背景 我们他那收险的保费收 一年要到去年来讲到3.5兆 这么庞大的收入 如果我们用人口数来算的话 总人口数来算 平均每个要缴到14万8千块的保费 光是收险 那如果我们要用身份证总归户来算 大概有1610万人是有保险的 所以如果这样算的话 更是每一个要缴到21.7万的保费 可是我们如果看给付来看的话 我们去年的给付一兆8800亿 可是其中的一兆6000亿 都用在还本 红利 解约 这些事情上面 您是法律专家 我就想到 如果从保险法的第一条来看 这个好像不太对劲 对不对 保险法说保险是 我不是在考试 保险是拿来做保障 对不对 是说一方交保费给一方一方 万一有危险事故发生的时候 第一条就明文就这样子讲了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给付看起来 就跟保险法定是没有关系的 是吧 我首先大概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政策上 希望少卖的应该是高储蓄性质的 一个保单 因为高储蓄性质的保单 最主要就是说它净危险保额偏低 那因为我们想说保险就是要保障万一有的危险 所以它净危险的保额偏低 那就因为它太高比重的生存 或欺瞒的保险金 那因为这样的结果会导致 刚刚市长讲的就是所谓 老师没事就去解约 然后一个短期的一个储蓄险的一个形态 然后再加上一些复利增额的设计 整个保费的结构就是说 主要是着重在保险人的生存风险 或者因应要保人 它解约这些储蓄的要求 作为一个主要的成分 那这方面的商品 它的利率敏感度很高 那就是说会导致在进额 就是市场上用高的宣告率率 来去吸引消费者 把所有的它在银行的定存 都把它转到这个保单上面来 像这样子的一种作为 我们是从保险公司这一段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去了解到说 像这样子的一个保险的商品 不具有保障的性质 然后另外因为高宣告利率 它这个 因为利便型的产品 都要把区格资产出来 然后去做投资 它这样的一个投资的回报率 是不是能够高贵 它给保护的这样的高宣告利率 这个要特别注意 那而且要了解 我们在80年 那种高的利率的时代 卖出了这些保单 那终究是 人在江湖终究是要还了 那你这样子的一个利差损的一个状况 你要借着后面的这种保单的一个利益 然后去逐步的去弥平过去可能的 要实现几乎时的亏损 那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如果因为高宣告利率 这种利便型的保单 使得你去卖一个 其实是亏损的保单 那不足以去弥平过去这种利差损的保单的话 那对保险的长久的文件经营 是有伤害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问题 我们当然要还为杜鉴 就是说要现在在这个问题 呈现有呈现的可能性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办法来导正 然后来改变这个情况 那改变这个情况之后 保险公司就能够真正走向一个 比较健康经营的状态 那保附他 他当然去买保单的 他就觉得说那定存的利息这么低 那你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高利率保单 他当然会去买啊 可是他对我们建理经营来讲 保附不会想保险公司会不会倒 我们当然要想的是 保险公司会不会倒啊 对不对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存在的时候 那这个当然要来遏止 那最重要当然就我啦 我作为一个经营会主要 我能够理解到这个问题 最重要当然就去年的第四季 因为去年第四季 股市跟债市双杀 那汇率的风险 因为利差 台美利差的关系 他避险的成本整个大幅增加 所以他将大部分的这些吸收的这个保费 投到国外 特别是有美元 大概90%都放在美元的资产上面 那台美之间因为利差扩大 那避险成本大幅增加到4000多亿 那像这样子的一种 就是说你用台币来付给保护 但是你把资产放在美元 然后美元因为汇率的变动 你要去进行避险 然后避险成本又这样大幅增加 那导致你这个损益 就为时间的亏损损 一下子扩大到一个程度 那这个时候你跑来求救说 我要用这个其他的准备金 是不是来放到你的帐上去米平 这样子的一个可能的亏损等等 那对我来讲 我当然会觉得 那这道理是怎么回事 最重要当然就是说 过多的这个资产跑到了保险这一块 就刚刚市长讲的 每年的3.5兆 那肯用资金就到了2兆以上 2兆多 那这样子的钱 台湾这样子的一个 比较小的经济体无法支撑 他就等过多的钱灌到这个地方 你灌到这个地方来 你又答应比较高的先告率率 那你就跑到一个 可能比较好的回报的市场 到美国这个市场里面去 可是你回头来想到 哇还有汇率的风险 然后美国的市场也不是那么安稳 股债都可能产生让你的整个资产缩水 这个时候你又回过头来想说 那是不是应该要赶快来救救我 那我的问题是 我要救救你 那你要先把你自己弄好一点 那这就是说进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高投报率的这种 promise给这个保护的这样子 事实上你 没有你想象的说 你又去赌一把说一定 另外还有一个世界 一定可以给你更高的投报率 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就要想一想 你是不是给了太高的宣告率 这是第一个 你第二个 你是不是吸收了太多的金融资产 事实上是你吃不下来的 你的禁止 你的资本 事实上是吃不下来 你是不是应该想一想 这样子的一直在禁足 这样子下去 对你产生的风险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说整块的源起是这样子 那当然 现在当然很多媒体就开始讲说 因为金管会主委有这样的政策 那所以这个什么储蓄行为有发生什么 什么什么断癌 还是怎么样 保废断癌 我这边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我们没有说不能够去买具有储蓄性质的保单 只是说我们认为不能够完全是以储蓄性质来作为 你去买保单的一个考量的依据 也不能够以看到高的宣告率就去买这样保单 更不要用信用扩张的方式去买保单 主要是这样 好 那听完刚刚主委的这一段话 主委是要拯救受险业 不是要毁灭受险业 我是看到问题希望防御杜减 对 那下一个单元我们就来请教 主委的利益非常的好 可是业务员的反应 消费者的反应 是不是真的理解或者说真的能够接受 金管会这样子的要求 休息会再回来 欢迎回来 保险从一开始在我们人类社会出现的时候 就不是为了储蓄 一直以来都不是 可是问题是我们的民众太习惯 太习惯把保险当作是一个储蓄的工具 所以主委这些话讲出去之后 我们就听到业务员会问 我卖储蓄有什么不对 因为民众需要利率差那么多 还有更多的声音是说 难道金管会要断了业务员的生路吗 因为主委宁令知道 受险有非常多的几百万年薪的top sales 甚至上千万的都有 所以如果他们是要主推保障型商品的话 我想这些奇迹都不可能会出现 因为单价太低 用金太低 所以很多有点反应 主委是要断了他们的生路 我觉得只是说 保险的商品的结构要调整 那就是说将储蓄的成分下降 死亡几乎的比重要提高 这样的一个保险商品还是可以卖 我觉得每一个人去保险的商品购买的时候 应该是考量对它的适合度 那如果完全完全都没有保障的性质 或者保障的性质非常非常低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保险商品 保险商品还是应该在将你那个危险 这个所谓发生危险的时候的保障的比重 要有一定 所以储蓄险没有不可以卖的问题 而是说储蓄的成分不可以太高 高到完全没有保障的一个性质 所以这个首先观念上要理清一下 那另外就是说 你不要去买保险以后一直去解约 然后赎回等等的 我觉得这样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做法 保险其实就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去买一个 你万一有不可测的风险的时候 真的能够保障你的这个损失 或者是对你的生活产生不可承受之重 这样子的一个观念 那所以你如果有余钱 你可以去还是可以去买一些储蓄险的一些商品 只是我们是从保险公司这一端会说 你保险公司在设计商品的时候 还是要注意到保险保障的一个本质 这个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当然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说 不要卖亏损保单 就是说一开始在做商品测试的时候 我们现在讲说那个CSM就是 契约的利润 别基利润 你不可以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是一个负的 模型可能设计上有点错误 那或者说你一开始认为说 这个利润还是为正 可是你到了实际对到这个市场上面去的时候 事实上测试结果事实上是负的 那你这个时候要调整回来 我们这一次的政策就是说 从一开始商品测试到卖的时候 这个销售或管理都要监视 是不是一个亏损的保单 那亏损保单对保险公司的建议经营 这是有害的 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说 其实消费者还是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 就是说真正能够作为理财的商品 当然还是你进到一个理财的市场里面去做 好 特别像我现在也在推定期定额的 那个投资基金的方式 我觉得定期定额是一个好的一种理财的模式 而不是一股脑的全部丢到这个保险的市场上面来 那最重要当然就是说我从监理经营角度 我刚刚在上一节已经提到 就是说保险公司在把他拿到了这个保护的钱 放到另外一个投资的市场上面去的时候 我们要帮保护好好的去看管这个钱 安全性收益率跟流动性是不是都能够减备 那现在是因为这么多的钱 我们投到了国外的市场 这国外的市场 从我们现在来看 就是因为去年第四季的世界 从我们现在这个时间来看 这个整个金融市场 还是有很多不可测的风险 保险公司要先想好 要先要把它配置好 安全性好不好 流动性好不好 收益率如何 那尤其投到国外 风险不是只有单纯的 你在那边的回报率问题 光是讲回报率也有一定的风险 那汇率本身 就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所以你投到美国的股市 美国股市有一定的风险 你投到美国的债市 看起来好像买美债 还蛮安全的 尤其美国政府发的债 风险系数现在是零 可是美金转换成台币回来的时候 那你那个收益的部分 还不足以去抵消 那个汇率的风险的时候 那你等于一下子 答应给这个保护可能的 这些回报的一个收益 就不足以实现了 那不足以实现 如果金额很大的话 那你就是一个亏损在做经营 那保护不会去理解 什么叫做保险公司 亏损在经营产生的风险 那为什么今天要有一个 金管卫在管保险公司 因为保险公司拿的是你的钱 保险公司如果今天有开一家公司 他拿自己的钱 那他要去承担多少的汇率风险 我想不需要人家去管 对不对 可是你拿这么大种的钱 那我们要帮你看好 这个他的 帮你看好你的荷包 应该是这样讲 对光是以收益来讲 我想至少有20几兆 是民众的钱 在收益公司的帐上 对啊 现在整个保险的他拥有的资产 但整个金融资产从过去的20几 20% 25%到现在已经到快35% 也就是说大量的转到保险这边来 好 那当然我想对民众来讲 我现在买我觉得我的利率比银行的利率高 我就很自然会受又引导也好 或自己算出来也好 我也想这样做 那自从您开始讲这个 要控制这个出现保单的比重之后 我想您自己也看到 很多人就讲说 顾助委自己买了很多很多保单 对不对 我记得一年半前 您接受我们专访的时候 其实也提到过这件事情 当时我记得您提到 我印象中 您提到说 你还没有当做的钱 跟当做以后对保险的认知可能不同 对 也提到说是您有同学在保险业服务 也提到有些包单是妈妈买的 对不对 那当然现在这个话题被大家带出来 可能您的建议射出去 人家马上不让你射这种红星 因为你自己都不是这样买 那你要不借这个机会 让我们就了解一下 我在之前媒体在问我的时候 我已经说了一个基本的论点 就是说我们管束的是保险公司 而不是在管束消费者 我觉得消费者买储蓄写 市场上有一个比定存利率好的 一个利率的这样子的一个保险商品 你只要让它卖 那个消费者去买 是当然没有错 那消费者觉得保险公司都很安稳 那这一点我们让管理到 让保险公司都很安稳 这也是我们的骄傲 但是我们是比保险保护可能有更多的讯息 是看到那背后应该要有的监里面 所以这一点是大家要能够理解 第二点就是说 再讲一遍 我没有说你不能够去买储蓄写的商品 而这是说我现在调整一下商品的结构 就是说那个储蓄写 你不要都只有储蓄的性质 而没有保障的性质 我相信消费者去买也是希望储蓄兼有保障的性质 我们现在调高一个保障的这个部分 而且调高保障的部分 事实上在调高保障的部分会出现成下降的时候 那个保险商品的那个价值格 可能会比你存保险的那个性质 因为一般来讲就是保障的性质越高 它的整个的保险商品的结构不同 那个保险的定价会不同 所以你应该多 我还是真的忠心鼓励 尤其我刚刚市长讲的没有说 因为我现在当的经质委员 更了解保险的意义之后 真的是鼓励是说多买保障性质的保险商品 那储蓄险这个部分 高储蓄性质的保险商品 在这个部分要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调整 那业务员还是会有保险商品可以去卖的 只是我是希望他推荐的是一个 更适合消费者需要的这样的一个保险商品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其实刚刚已经讲过 就是说保险公司不要 大家一直是进逐这种市场的占有率 去竞相宣告这个宣告率率 那你不竞相提高那个宣告率率 你那个储蓄险的限制 你还是可以去卖的 那一般大家看这个 比如说日本也是一个互利率的一个国家 他们也有相关的这些保险商品 可是应该是没有看到 有把这个宣告率率拉高到 跟你的那个定存的率率的差距这么大 我们现在定存率应该是1吧 在我们出所要管以前 他甚至有人宣告到4 我都不晓得他是怎么用什么样子的一个雄心状 去写稿出一个这么高的一个利率出来 是 好 那我想很多消费者朋友呢 您到银行去的时候 你遇到的银行的理专可能会告诉你 你放定存利率可能1点多 你买某一个保险商品可能是43点多 你有没有想过 一样是在银行的东西 甚至同属同一个金控底下 如果从银行端进去利率1点多 保险端进去可以变成3点多到4 为什么呢 您对这个中间的问题 有没有想过 这当中有没有什么风险 可能是消费者要留意的 我们待会请教顾主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对我这样的经验 你到银行去 只要你在银行有笔定存 可能要到期了 理专就会告诉你说 如果你去放定存的话 可能怎样讲 如果买保险的话 这个利率就高出很多 我觉得消费者不受影响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之所以把钱存在银行 就是想要赚一点利息 如果有另外一个东西可以赚更多利息 那好像很自然 你就会听李专的建议 但是我可以再这样讲 以前当你没有在主委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看保险就跟一般的消费者看保险一样 可是你这样在主委的位置上 你看到的就不是一般的消费者可以看到的 也不是一般消费者能懂的 这样可不可以解套你那个九张保险 九张这件事情稍微讲一下 这有一些就是在很早年前 我记得在85年的时候买的 那个时候的银行的利息 没有像现在这么的低 所以那个时候的一个 承诺的这样子的一个利率的一个保单 或者是用这样的一个利率计算在一个保险商 它基本上没有像现在说这种利变性的保单 是银行1% 然后就跟你说我可以给你3% 这种倍数差到这样子是没有的 那只是因为整个利率环境变化了 如果以你85年的保单来看 它算出来会不会是一个亏损的保单 它现在在实现的时候 有可能是一个亏损的保单 对啊 现在这种商品是在那个时候才有 现在也不会是 所以以后你这个薪资上路以后 这个也是要调整的吗 这个利差损的这个部分 最主要就是大家都是透过一个 长期的一个来 新保单来米平 也就是新保单都逐渐有利润 所以新保单一定要有一个利差的益 然后来去弥补那个利差损 所以未来是保单中间是可以互补的吗 对 然后还要准备金 也就是说你长期的准备金提拨 让这个保险公司在实现那一个 要几户的时候呢 它有足够的准备来因应 那这个就是现在F17 大家一直在讲什么大魔王 大魔王 其实也没有到达大魔王这个程度 没关系啊 有钢铁人在 不过让大家朗朗上口 也不错啦 以前是一个这么深奥的一个国际的 一个会计的一个准则 对不起 你的九张还没讲完啦 我的九张是我85年 或者买一路买 我必须说 我没有任何一张保单 是在我当的金管会之后买的 对 所以刚刚在休息的时候 社长叫我要讲人谁没有过去 你这个意思吗 对啦 社长刚刚讲没有 就我还没有当金管会主委 我从来不会去苛责说 消费者不应该去买这样的一个商品 因为这样的商品确实 你任何一个人 你到了这一个银行里面去 那跟你说 有一张比较好的回报率的商品 那几年就可以回本 不是回本 就是你可以定期提 然后起码就可以输回等等 你当然都会心动 那我觉得 我要说什么 顾妈妈就是这样嘛 对 这个时候去看他妈妈进来 不是一件孝顺儿子 应该有的 可是我记得上次 我们在专访的时候 但他的确是 如果我记得你如果论最近的一些保单 就是100年以后的保单 当然应该多半都是我妈妈跑去银行 那理财专员会跑出来 跟他说要买哪些买哪些 不过我觉得银行的理财专员 他其实有时候推荐的 也不是只有保险商品 因为银行的他也会推荐基金 他没有卖的东西很多 所以你如果有闲钱 就加减都会买一些 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不会去想说 一样是那笔钱 透过银行只能有那么低的利率 透过保险就可以有那么高的利率 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那您刚刚提到说就是这样的问题产生 您要采取这些 也就是知道你刚刚讲的 我还没有当今晚会主委之前 一般人不会去 有能力去看到这个问题 那我们是从监理的立场 看到了这个背后面 全面性的一些 一些可能的一些风险 那我们要将这个风险降低 所以要采取这些措施 那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 它也不会让这个储蓄险绝机的 我觉得不会 大家都讲的太夸张了 哪有可能会出现 只是说让这种纯储蓄险 或者高储蓄险 这个部分 而保障的这个成分 很低的这个部分 会尽量的让它不要卖 而卖出能够储蓄跟保障 能够兼具的 如果你觉得储蓄对你来讲是重要的 你想要透过这个 那这样就可以去买 但当然我们政策立场上来讲 还是希望卖这个 保障型的商品 或者是一些 我们推动一些政策 比如说符合老龄化社会的 这样需求的保障商品 这好比说是一个 癌症医生 劝家不要抽烟 病患说你以前也抽 可是我以前不是医生 那我当了医生 也说我不抽 我没有当主委的时候 我买 我当主委我就没有买 这样可以讲 这个例子好吗 我到现在为止还是不会跟人家说 你去买储蓄险这件事情是错的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当然消费者从自己眼前看到利益做了决定 我只是还是在讲一遍 我要帮消费者把关好保险公司的稳健经验 只是您希望他更加善用保险保障的功能 这个是我们的呼吁 我们对于消费者的呼吁 我们不会去说消费者买储蓄险是不对的 我们只是要更呼吁消费者能够更理解 这个保险保障的这个功能 那我们监理的是保险公司 那保险公司在推出这个商品的时候 也要兼具储蓄和保障的性质 那我们台湾的授权保费 其实有一半以上都是从银行通路来的 那银行也是您的手心 一个是手背 所以两边你都要照顾好 那如果我们在储蓄保障控管以后 我想首当其中的其实应该是银行 那他的资金去化马上就会有问题 过去是保险公司帮他去化 那现在他自己要想办法去化 那您觉得你会不会担心 这样的一个动作会产生一个 什么样的联手的反应 会不会给银行带来什么新的问题 这个我要分两点 第一点就是说 银行之所以具有优势的通路 是因为它有不同的资讯的来源 相较于单纯的业务员 他又扣着他的人脉去取得 这样子的一个客户的资讯 银行的通路这个部分更要谨慎 尤其说比如说你有授信部门的资讯 那人家有贷款 那你把这个贷款本来做 本来应该有的用途 你就把它招揽过来 然后去买保险 然后又跟他讲说 这个保险多好多好多好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当的一种招揽行为 所以我在这一次我们五大政策里面 有一点就是对不当招揽这个部分 要要求要有一个控管 最主要就是说因为银行通路 他认识这个客户应该要更好一点 所以我在这个跟保险公司的动众的时候 我特别提一个例子 就是说保险业务员在他的招揽报告书上面写说 这个保险资金来源是长年储蓄 但事实上他是贷款的钱 左手给他贷款 右手又把这一笔钱拿去买保单 那我说那这个这像画吗 对不对 我说这个是不是有业务上登彩不实的问题 如果明明知道他这个保险资金来源 不是长年储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任何商品 都要做商品适合度跟对认识客户 就所谓的KYC的工作 然后要推介是适合他的商品 推介适合的商品 同时要对这个资讯要充分解露 就是说这个商品 比如说宣告率 你不可以去保证说 这一定有到达这样的一个利率 对不对 一定有这样子的一个回报 那卖投资型保单的时候 投资型保单都很复杂 讲到最后听不太懂 到底你有没有做完整的资讯解露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一定要做好充分的资讯解露 要对这个保险的客户 你对他的这种提供的商品的 适合度要够 然后另外就是说 你对于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些 因为你有不同部门 这样的一个资讯相互 要注意到各自的保障 隐私的确保 那等等 那更因为这样子 你不可以去做一种信用扩张的方式 让他买保险 就是说比如保单在直接 再买保单 然后跟人家讲说 这一定有保证的收益 然后你也不要去拿人家贷款 本来要做装潢 要买房子 这样推荐过来去买保单 这样都是不对的 那再第二个就是说 最后的结果 其实应该还是客户要去认知 就是说他理财其实是一件事 保险是一件事 我觉得是这样子 这样讲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听得进去 听得懂的当然是两件事 但是我想很多民众都希望多功能 我买一个东西然后什么都有 那我们休息 我再回来看看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些业者说 既然金管会政策是这样 要控管我们的这个储蓄的比重 那我们就来发展投资型保单好了 因为我们看到那些市场上 主攻投资型保单的公司 几乎每一个指标都符合金管会 对模范生的定义 所以有些保险都说 那我们不如来发展投资型保单 那我们等一下来请教主委的看法 休息会再回来 欢迎回来 保险业是一个拥有非常庞大的客户群 还有非常多的保护资金的一个机构 所以当然理所当然 它也会变成是很多周边的金融业 想要跟它产生一个合作的单位 比方说我刚刚提的投资型保单 它其实的概念就是用保单的方式 你买一点点的保障 然后就搭一堆的投资标的 那投资标的收入 当然就不会是保险公司的 它就进入所有的分离账户 所以像很多公司说 我们看市场这些主推 投资型保单的公司 有的公司95%以上 都是卖投资型保单 那要看它 并且没有问题 而且都是非常好 那镜子比没有问题 而且也都非常好 几乎每一项都非常好 也常常得到 金管会颁发的保障 什么加强保障有工奖 也几乎都是他们的 那所以很多公司说 那我们是不是为了要配合 金管会降低储蓄的成分 那我们干脆就改走 投资型保单的发展路线 然后又符合民众的期待 对不对 一间二顾什么都有 减二顾 减三顾 那主委如果你看到 未来我们整个市场 都是投资型保单 很多投资型保单 您的看法怎么样 投资型保单还是要有 一定的保障功能 对这个是要有一定的 最低比例的要求 那另外就是说 它连结的那些 投资型的商品 就必须要符合 这个消费者的投资的属性 那你比如说积极稳健保守 你要了解 这是真的 然后你不要让它 这个越投资权越保 这件事情我觉得要做好 然后要跟消费者 就是保护要做重複沟通 然后要做完整的 资讯的揭露 那之外投资型保险的商品 是蛮复杂的 所以应该要卖 也听得懂的人 这是我们想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那个百分之百电话录音的 不叫副审 应该是说事后的 一个确认的一个工作 这工作是由非招揽人员 来去做 做了确保 就是他认知到这个 投资型保单的这个情况 那这样我想他才能够卖 那所以他有一定的保障功能 那投资的这个标的的属性 是适合这一个消费者的需求 那我想我们没有说 一定要去禁止这买 但是呢 从这个消费者争议端来看 很多的争端也是来自于这些投资金保单 最主要就是说 他因为他 他不是那么的单纯 那可能 在买的时候呢 因为你可能没有讲得非常的清楚 或者是说最后投资的这一个结果呢 不如他原来口头的承诺的那些项目 或者是一个水平 那这样的话就会引起很多的抱怨 那我觉得在这一块要做好 要做好 对因为我想投资型保单跟传统保单 很不一样的地方是 传统保单对民众来讲 它不会有什么损失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不会说保险公司 因为什么投资变得很差了 所以我怎么要 除非他倒闭了 跟投资金保单一定是盈亏致富 投资盈亏致富 我觉得像基金公司 他们这些部分非常强调 一定会特别强调这一点 那如果以招揽行为 受刑招揽行为来讲 讲得太清楚了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 或者我一直告诉你 我跟你讲 投资那一部分 有可能会亏损 投资比有风险 对不对 有可能会亏损 可能很多人就不买了 所以当然那个招揽就变得到 因为讲到招揽 我觉得想到 其实不当招揽 会引起您注意 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我们看到 这个金融消费拼击中心 他们的统计 只要是跟非理赔有关的 几乎不当招揽 占的比重都非常的高 如果以去年来讲500多件 都是这个不当招揽 那我想如果说 民众在申诉 就找这个拼击中心申诉的时候 很自然 因为我手上保单是哪一家的 我就申诉那一家 可是我们知道 很多保单都是透过银行端 或者是近代人 所以我们有什么机制 可以真的是做到 我要申诉对的人 而不是申诉那个生产者 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解释 一定是通路 就现在申诉的这个比例上来看 应该还是对于保险公司的申诉比例比较高 如果就我们现在统计的情况来看 那对保险公司 特别是业务员招揽的申诉比例会比较高 当然是因为业务员他是 直接面对 直接面对 而且他是怎么讲 就是说他是以他的人脉来介绍 所以他在介绍的时候 他的可能跟他在做推介的时候 他的接触的时间长而多 那如果到一般换成到银行通路 他不想你就是可能你到银行办事情 或者是到银行找理财专业 那银行的通路那边 他的通路比较多 他其实可以卖基金 可以卖保险什么的 那他会跟你推介的时候 也许他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跟你做一些推介的一些话语 像这样子的话 所以比较起来的话 还是对于保险公司的这个申诉案件是比较多 所以在这边当然就是提醒消费者 应该是说 不管你跟这个保险业务员的关系是如何 那收视的程度是如何 我觉得如果你是买一个比较复杂形态的一个保险 连接到投资型的商品 你一定要记得 就是真的 有投资必有风险 没有 就事实际上没有那么好的事情 事实际上如果有那么好的事情 对 那 对因为买保险的目的就是为了转移风险 但是我们买了投资型保单以后 我就反而要承担一些 所以你一定要去理解 那个保障的那一块是多少 然后另外有一块是哪里的钱 去进行一些投资 这个投资必有风险 那一块 他投资的标的连接 是什么样形态的基金 那这个基金所反映出来的风险程度 是不是你能够承担的 那你如果能够充分的理解 那我想这个的争议 或者申诉的比例就会下降 因为理论上来讲保障不一定要跟投资绑在一起 是两个单独的产品 那这两个把它绑在一起 可以有这么好的销售 那一定有原因的 对 就是一减理工 对了 人性上都会希望说 我有一笔钱 我这笔钱如果保险公司 有一个保障的承诺 那另外有一部分的钱去做投资 这个投资如果能够有一定的获利 那这个就会让消费者觉得还蛮不错 所以就在这一块 就在这一块 这个业务员也好 或者银行的理财专业也好 都应该明确的告知 投资确实有可能有获益 但更有可能会有亏损 所以那个连接的标的 那个基金的性质 就跟你去买基金其实是一样的 你要去了解那个基金 它的投资的标的是什么 对不对 债券的股票的 那一般讲讲是股票风险比较高 债券是比较安稳的 可是投资率当然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主委 为什么要从上而下 去把这些改革带进来 因为其实从业务员的角度来讲 他们卖也就是公司给他的东西 对 他也没有任何他个人的发想在里面 了不起只是做一个组合 或者说为客户做一些规划 但是上面给他什么 他就卖什么 所以我们要在政策上做一个guide line 就是说白云公司在卖商品 不管你是报备的还是送审的 核准的这些商品 我们送审我们当然要监督 那你报备的你这些商品出去 也就是我们在政策上要引导 就是说保障型的成分要拉高 然后保障型的商品的比例 要到它一定的比例 那我给你很多诱因 我这些诱因让你感觉到 你卖保障型的商品是有好处的 比如安定基金的寄存等等 送钱的商品的建树等等 那还有国外投资的比例的上限 可以调高 拉到一个有诱因 金管会要研发很多萝卜跟很多鞭子 各式各样的萝卜 所有的建议 世界各国的建议 我每天都在想这样的事情 要给什么样子的萝卜 然后要准备什么样子的一个困紙 那当然主委有非常好的想法 其实发出去的每一支箭 都是非常重要的工程 因为后面都是我们几十年下来 累积的作为看到的结果 当然我们知道内阁官员 都有一天要换位置的 那我们不晓得主委 还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落实 他今天所规划的这个大蓝图 我们休息完再回来 欢迎回来 不管我们从其他报章媒体 看到的 或者我们今天主委在现场讲的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改革的路是很长的 而且这个改革的工程 真的是很大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几乎所有的寿险业 产险业目前比较没有受到 主委那么多的关切 整个寿险业从上到下 每一个人都是绷紧神经 那消费者就看看 到底未来要怎么样的改变 但是我想请教主委 因为毕竟您是内阁官员 那一定有任期 谁内阁同进队 同进队不一定还会进 如果以上次来讲 您就还是在你的位置上 那我就觉得就这样子 至少您的很多想法 是可以贯彻的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去金管会 其实每一任主委 在任时间都不长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 有一点小小的想法 然后后面的可能就没有接上 或者后面主委有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想请教您 您这么大一套的工程 您怎么样 有没有办法在您任期前完成 那如果不行的话 您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他真的贯彻 因为做半道不好 这个可以分三点 第一个就是文官制度在 那这一套政策 在推出之前 事实上我跟保安局 大概讨论了 我看快两个月应该有 而且有要求就是说 要有效 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五项的政策 那另外就是说 文官制度他们都很 这些体系的人都很专业 那最重要我们要因应IF-17 我们接轨在2025 那它发布应该在2022 我觉得这个部分 不管台湾的政局变化是如何 这样子的一个IF-17的因应 我想是一定要的 所以大的方向来看 是要让保险文件进行 我想这应该是 所有的文官体系下 特别是我们保险局的人员 他们应该努力追求 所以我认为这一点 不管谁上来都要去重视这一块 那第二个就是说 有一些政策事实上 是在下半年开始 它当然就会开始呈现 比方什么 比如说刚刚讲的那个 百分之六十的 那个保障型的商品 要达到百分之六十 要百分之六十 那现在当然有 刚刚因为花了那么多的评论 在讨论业务员的反弹 或者生计问题 或者报应工作的反弹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比较短时间的 可以看到它引起的影响是如何 因为今天大家来说 那到底影响有多大 那我们会说 那我们应该下半年 然后明年就会看得到这个情况 所以我认为 这些比较短中期的这个部分 应该是不至于在这个明年 比如说到五月以前 看不到它的一定的成果的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就是说 属于长期面的这个部分 属于长期面 刚刚一方面提到 保险人物件经营 应该是整个保险局所追求 我相信也是所有 后续所有的警卫主委 都应该会去思考的问题 所以长期来看 我觉得我相信 警卫主委念之在 都会跟我一样 好 谢谢 你已经讲得很清楚 下任主委要接好球